说实在层级也到经济部长 你们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回应吗 其实平常你讲有点可惜 我们认为有点可惜 因为其实我其实有看了一下报道 那委员长他最后是说他 他应该是要对国会负责这样 那我觉得有点吊诡 就是立法委员或者说是政府的 就是首长们毕竟是民选出来的 那尤其是立法委员向国会负责 那但是立法委员又源自于 我们每一个人公民一票一票选出来 所以其实真正的 这个国家的主权人是我们 所以今天当一个主权者 向政府请求说 我们希望有更充分的资讯 我们想要了解这个政策 对我们未来有什么影响的时候 但是吴奎居然回言跟我们说 他是向国会负责 那我们可能下一步 可能要请就是马总统 像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邀请马总统到台大来做演讲 但是我想要另外一点提到的就是说 其实就我的理解上面 ECFA其实不能够单单只是把它定义为是一个经济议题 不能够单一个面向来考虑 就是其实刚刚有提到 那就是ECFA就是谈了很多的产业冲击 但是我们其实想要问的是说 那到底对于青年未来的青年就业 或者说对于我们青年学生 我们到底未来要在哪里工作 在还工作还是在中国大会工作 或者说我们的薪资水准到底是会怎么样发展 这个是我们现在最焦虑的东西 但是我们只看到一堆经济数字 还有模型在那边说可能GDP会成长多少 但是对我们的受益到底多少 没有人告诉我们 可是我问你一下 就是说也许如果我们花一点时间力气的话 我们在经济部的网站上大概就可以知道 ECFA可能或者是现在的雏形长什么样子 我们大概稍微再跟你们报告一下 我们当然也是从经济部ECFA的网站 所拿到这些资料 到底什么叫做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 协议主要的内容 第一个当然就是贸易跟投资的自由化 有一点像FTA的概念 然后呢像要去定所谓的货品贸易 服务贸易投资等协议的各范围 还有时间表 这个时间进程怎么样 两岸之间的经济合作 包括产业关税关务的合作 通关的便捷化 货物的验证食品安全 还有所谓的这个大家最在意的 早期收获的机制 双方可以提早享有相互的降税 甚至完全免税 还有服务业开放利益的种种项目 临时性的配套 如果说有一些问题的话 包括贸易救济的规则 反请销 还有相关的防卫措施 原产地的这些规则 其他配套的部分 当然说这说得漏漏等 我们实在是听不懂 到底是什么要开放 我们来看看台湾想要 因为这两岸还是在相互的谈判当中 因此很难谈说 哪一个一定可以开放 一定不能开放 台湾想开放的部分 包括早期收获的产业 石化中上油 纺织中上油 面板机械 汽车零组件等等 初期不超过500项 不过这个之前 一开始经济部是讲说 有1000多项 可是经济部否认说 我没有讲过1000多项 后来说下修到700多项 现在说不超过500项 然后受影响的敏感产业 总共有16项 希望争取10年内不降税 包括中草药 农药用品 印刷制品 木材制品等等 我们列为比较是属于 传统产业的部分 中国当然也有目标 经济部的说法说 中国提了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呢 台湾客征的进口关税呢 是在3%以上的这些项目 第二个 台湾从外国进口 比较多的这些产品项目 第三个 这个所谓的两岸签了一个法 对中国产业利益 会比较大的产业项目 当然从原则看不太清楚 但是如果说 从这三个原则 那么台湾80%的工业产品 大概就都必须要 对中国来开放 我先请教一下李老师 这样够不够清楚 学生们为什么不能接受 我想够不够清楚这个问题 要看谁来去听到 这个政府所发出的声音 我这样讲好了 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不管人数这个班级有多少 如果我要上一个课 我告诉他们 下一个课 我这个非常重要 请你们一定要来听 但是有的同学不会来 我必须要强调的是 其实每个人要的东西 真的不一样 那么这个东西 如果大家都要要这么清楚的话 政府可能要做非常多的工 那么我相信政府在做非常多的行销的动作 据我所知的 包括刚才这个星中中讲的 在这个网站上 你也可以看到 如果你有心做点功课的话 你可以上网可以看到一些 他们所做的一些 包括刚才所讲的 这个所谓关税在3%以上 台湾进口较多 或对中国产业力较大的 这些产业的这种 早期收获的这些原则 甚至之前为了解释疑虑的部分 也这个讲到三步的问题 包括一直告诉这个 有负面声音的人说 我们这个主权一定是要 非常重视要维护 我们的劳工不会让它随意进来的 但是还有我们的农产品 那些比较有可能受到冲击的产业 也一定有一定的保护 那在每一项的产业里面 都在细细的研领 这是据我所知 不过这里看到的负面的看法 我想这个一定不是在 他们自己行销所讲出来的 这里我看到 它所谓负面看法 也就是可能有一些异议人士 他很想知道 但是他在未知道之前 就提出说 失业率可能会走高 薪资成长可能会有限 工作机会会越来越少 这些都是在不一样的一种 假设之下所想出来的议题 但是我这样子认为说 讲清楚说明白是非常重要 早期我就强调了 ECFA这四个字可以把它解释为 叫easy, clear, give a future answer 如果现在政府在 营运这个ECFA的内容的人 能够很早就把ECFA 所谓的easy, clear, give a future answer 讲得很清楚的话 应该会好一点 但是其实它有它的困难度 因为第一个它在 我们知道这个早期 是从C卡过来的 C卡变成ECFA以后 part of comprehensive 变成framework 它把那么延 这个所谓的加强式的 变成一个架构 就已经希望它简化一些 但是里面表示说 它的确有非常多 不是那么能够 一下就一升到最内的核心 就到究竟的这个部分 还有一个我要强调 就是当然我很乐见 现在有学生或者是青年人 能够发出声音 我在很多地方都告诉这个 所有的这个 不管是演讲的听众或者学生 都告诉他们说 现在很重要就是 我们不能用早期 或者长辈人的声音 一定要听年轻人的这个声音 不过我现在要讲的时候 年轻人要听什么 刚才我听到一个 也是也吊诡的地方 就层级的问题 今天有时候 大陆的学者来到台湾 有时候我们戏对戏 所对所院对院 那么校长来的时候 可能校长就一定要出来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专家自政 就是今天吴魁 是不是就一定要出来讲 我觉得他没有这个必要 找专家才最重要的 我最后讲一个很重要就是 曾经大陆有很多的银行 都来台湾取经 你不管发行债券 发行REIT 我亲 我就是我自己亲身带的 那个国家开放银行的局长 带了一行九人 这里面不乏 有他们的专业的博士在里面 他们来了以后 他们就跑一铃铃铃 跑中餐 我都没有那么大的兴奋 我带他们去证交所 其交所 他们看完以后 他们最想去OTC 我带他到贵买中心以后 他们不断地想问东西 发觉当时的董事长 我不要讲谁 甚至不到30的年轻人 用PowerPoint的讲得非常清楚 他们很高兴 如像获得珍宝一样带回去了 我请问一下 学生要无愧还是要马英九 还是要真正在做的人 可是如果这个论述出来的话 搞不好我们炒经济部的科长 都会比经济局长 经济部长好一点 我再补充一个就是 其实这个 现在在执政的这里面 有个团队 他们有他们的自顾 有财经自顾 其实不管是说我在里面 那我自己很清楚 每一次到了一个 环渐新的议题 不管10%的税务降低 或者这个六大新型产业 或者像ECFA的议题 我们都会请做的人 真的你这个人 包括经济部长 或今晚会 或者谁 在intrust这个人来解说 我们听了以后 会把我们的意见表达出来 他在为我们的意见在解释 因为他不一定是最专家 林老师你刚刚谈了 好多个方向 包括吴魁 适不适合邀请 所谓的那个经济部长 来去接受学生的邀请 还有说整个ECFA的资讯揭 是不是够充分 我们先就资讯这部分 林老师你的看法 资讯揭 是否充分足够 不是我想 那个整个ECFA 马政府在谈的 他都是从指讲好处 就是跟你讲说 我们现在签订了这个ECFA以后 我们台湾可以出口增加多少 可以增加多少就业 但是我要讲个数字 这一些你现在看 他们是强调片面强调好的 但是我们去看中国方面 中国方面怎么讲 他这个ECFA不是一个 一年两年的一个政策 不像发消费券 也不是一个扩大内需的方案 就结束了 它是会影响台湾未来 整个经济发展的方向 中国怎么讲 中国很清楚嘛 他要的短期就是经贸 正常化 因为我们跟中国同时加入WTO 两方没有对谈过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将近2000项 中国农工产品 我不让他进口 他早期就是要正常化 但他最终的目标 就跟马骁在竞选的时候 讲的一样要建立一个一中市场 什么叫一中市场 就是生产要素 包括人员资金技术 一切流动无障碍 两岸商品要检验负免 就是一个国内的样子 这个影响 还有你现在看 马总统可以讲 我从来不会开放中国劳工来台 但是你可以看 今年7月 中资来台一开放以后 马上就开始延离什么 白领阶级白领人士来台工作 然后现在已经要承认中国学历 这个对年轻人的冲击是很大的 年轻人当然也要知道 你不能说这个什么专业 这个现在马政府现在最大的问题 他就陷入一个 这个所谓专业的傲慢 权力的骄傲 就是我现在有权力的 我随便派一个人 像上礼拜五 随便派几个正次来来对谈 我当然没关系 但是今天要注意 我们民主制度不只是定期的选举 民主制度更重要 是要透过